悄悄地 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一辈子 我问你件事 问吧 照片里那女的 是你吗 里面有双高跟鞋 是去年我跟你一起 在商场里买的 是吗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你们不会是 我们在一起了 总之您就相信我吧 我不会影响她 我不会伤害我自己的 我会处理好 你确定是爱吗 我确定 我爱她 很爱很爱 早点睡吧 明天再说 其实 我就是想来提醒你 你之前答应过我的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不会放手 哪怕是为了我好 我记得 其实这次来 我除了跟他们摊牌 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 在你来之前 我就看到过你这些照片 有人匿名 发到马克手机上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想好了 不管他们做什么 我都会认 我都会认识你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怕你不同意 所以你是来通知我的 并不是来跟我商量 零雅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我不能只考虑我自己 一旦认了 先不说对你 还有对公司 对云朗有什么影响 光是那些赔偿金 怎么办 还有你爸妈 我说过我爸妈我会解决的 他们一定会同意 然后呢 然后拿着他们的钱去交赔偿金 陆震安 我不在乎什么舆论 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但我不能不在乎我们的家人 你要真那么做了 真为了我去拿家里的钱 我爸妈该怎么面对 他们本来就觉得已经欠你家很多了 再加上这件事 不要说咱俩在一起了 可能以后两家人连朋友都做不成 他们年纪都大了 可能以后再也交不到这样的朋友了 三十多年的感情不能会在咱俩手上 但你放心 我答应过你 就不会放弃 你知道的 除了你 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知道 他们不是已经在解决了吗 再等等 可能已经有办法了 不管也没有办法 你都不会离开我 我不会 哪怕就像现在这样 悄悄地 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一辈子